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调市府推动 干净加援 10月份起提高乱丢热色的法则 希望李领长协助推动 亲自坐下来 体验市长接见贵宾的感觉 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 但却留下深刻的印象 和以前前届的市长摆设完全不一样 这次让人家的感觉是简洁明亮 感觉一定是非常有效率的 信仪区林里长座谈会 邀请了20多位林里长参访市府 和市长谢国良亲自面对面座谈 已经建设提升到1500元了 一方面也是落实我的证件 但一方面是希望林长跟里长 大家可以攜手配合 因为国良温岐政府不可能 在各里林都能做所有事情 要拜托里长 里长也没办法一个人做 他是要拜托大家 所以我们增加这些更多的配备 包括我说明年 后年 我们也会分批用太旧换新的方式 看看里长要不要考虑 换一些电动机车 就是车我们来出 但是这个月费如果有 你们要自己发动 所以这都是我们未来在做的工作 主要是希望林里长 大家能够成为市府团队的一员 一起来努力 推动干净家园客不容缓 座谈会中 林长们提到社区内一座公车 年代久远 但使用率不高 清洁维护不容易 建议市政府能够拆除 作为机车停车空间 公车现在没有实在的必要 而且公车就很 也很早去打扫 都很脏很乱 分子不同很多 很瘦 对 那第四里在哪里 东晋路258项 环保局有来少 可是周边 与周边的环境 杂草重生 资深很多蚊虫 确实没有办法 把环境整理得非常的干净 所以还是希望把它废除掉 郑林长 你那边凝聚一下地方共识 好 那如果真的有在听 人们不会说 什么关系 不可能说一个人 关系就不要听 这种关系 都是以大多数人的方向 你帮忙凝聚一下共识 此外 东信里活动中心 因为漏水严重 加上空间不服使用 希望市政府 能够帮忙找到适合地点 市长谢国良当场指示 相关单位办理会堪 利用闲置的宿舍活化利用 那我们是建议说 看能不能 我们也找一个目的 可以让我们的里面中心 可以再重新整理出来 这样子 可以让大家有一个 活动中心可以使用 东信里的人口都在山上居多 然后呢 他又是在三楼 老人家都不爱 不喜欢去 不管在那边办任何活动 都是很困难 那所以呢 刚刚领长的意思说 我们几乎每次要办活动 都是在路边 三上三下 我就在马路边 就这样发东西啦 这样 那我们是希望 我们有看到 236项7号 有一个闲置的公家机关的宿舍 宿舍 那很久没有人在那边住了 是不是 那边就在236项口而已 跟258项 跟1008项 跟东信路上面 一楼的感觉很好 那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当一个 活动的据点 市政府的宿舍 那如果可以就整理整理 给大家用 谢谢市长 你先看一下 好 你们早时间去看一下 好 此外对于李林长反映 重新规划停车空间 划设行人穿越道 及改善环境脏乱等事项 谢国良财市驱公所 会同相关单位 在确实改善之后 都要追踪列管 记者黄绍铭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在医院或者是学校附近 有生障族群 跟老弱妇孺大量通行 因此地方的民众 希望在绿斑马线之外 也要妥善管理 衔接到骑楼的部分 流出通行的空间 让民众安全舒适的行走 画面上是在 卫福部基隆医院附近的路口 已经有画上明显的 绿色斑马线 来保护老弱妇孺的通行安全 但是衔接过来的骑楼方面 却容易被许多机车堵住 造成老弱妇孺 跟轮椅族 娃娃车 难以通过的离谱状况 带小孩也不方便 都要关摩托车的空间 因为我刚刚还看到 好像很多轮椅的 对啊 因为这边是医院 医院区 所以还是要留出适当的空间 对 右下都是 很多地方都是楼梯 都没有那种平常可以用的 通道也很重要 对 通道很重要 因此市府交通处等单位 跟在地议员 里长进行会刊讨论 希望优先保障 若是民众通行的安全 跟机车停车之间取得平衡 因为他骑了有停机车 那斑马线走过来的市民朋友 没有办法通行啊 因为没有划线来标示啦 所以应该要划红线 在斑马线的前面跟后面 都要划红线 让那个轮椅的民众 方便通行啊 还有学校周边也是一样 对啊 因为有孩童上下课嘛 对啊 老人跟富幼啊 对啊 没错 有些东西 因为这个是每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啊 对啊 这不是说只有台湾这样子而已啊 周边的国家也是这样子啊 因为少纸化嘛 对 这是重点啊 我们让人可以停这个机车空间之外呢 那我们当然也要留轮椅可以 暢行的通道了 这样不但可以友善行人 也可以友善我们这些机车组 也可以顺便解决 我们基隆市长期以来 摩托车没有办法停车空间这样 那因为许多推轮椅的 那个病患 需要通过这个道路 那许多机车 不明就里会围停在这个旗楼上 它会阻挡到我们通行族的这个权益啊 还有机车那个推轮椅族的这个路线的动线问题 所以希望建议我们基隆市政府交通局这个警察局 交通处这边尽快处理 将这个比较严重影响路面路权的这个路 跨上红线 让机车组也能知道说这个地方不可以停车 那淑瓶这边呢也能尽量争取到我们许多机车可以停车的位置 因为这边信二路已经靠近医院已经有信二停车场 还有后面的那个信一国小的停车场 那两边都有停车场 我觉得医院的周边是机车 比较属于机车比较重要的点 因为来看边的民众你看四处都是机车 汽车真的是比较少啦 所以我建议说前半段把它改为机车停车格 会舒缓一下这边机车停车格不足的 那格数不足的位置 那接下来我们会因为还在采购程序 所以接下来会把这个脚压的部分 到时候会贴在这个必要的一个处所 那能够让民众跟制法单位都清楚知道要怎么做处理 那他大概贴的形式大概会是这样子 就是会贴在棋楼的这个部分 那民众如果看到这个标示的时候 其实就我们会慢慢宣导 那到过一阵子之后民众就势必要知道说 这个空间其实就是不能停放车辆 是要给行人民众来做一个优先行走的部分 非常感谢那个市府以及驱公所 我们的区长很积极的努力来协调这个省立医院 这附近的交通 那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的绿斑马 经过骑楼会被机车的问题 接下来我会跟区长这样子一间一间协调 然后给大家一个出入口 然后来完善这个停车空间这样子 所有市政府的政策都要里长来做我们很好的沟通 然后跟里民来取得一个平衡 那我这个部分未来我们富凯里长都会全力的支持 我们这个政策这样子 据了解市政府正在规划友善行人2.0工作 希望延续友善行人第一阶段的成功模式 在棋楼增加行人优先的绿脚压 让民众走在棋楼能够更舒适更安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根据台湾指标调查研究公司的民调显示 有近7成6的市民满意行人友善的执行与推动 市长谢伟良表示将在计划行人友善2.0的方案 希望行人跟弱势族群在棋楼行走 也有舒适安全的环境空间 市政府推出车子里让行人和绿色斑马线的友善行人1.0计划 接下来将推出友善行人2.0的计划 在棋楼空间规划绿脚压 为了摆脱行人地狱的恶民 基隆市率先推出行人友善1.0 建立了城市友善的文化 在许多弱势族群跟老弱妇孺的建议下 基隆市政府计划推动友善行人2.0 重点就是棋楼行走的安全空间 我们主要是针对于小孩爸爸希望想做的行人友善2.0 我们开始要做一个筹备跟准备 行人友善2.0就是针对于比如说 我们现在骑楼之间有很多机车都是横着停的 大家都是一排指他就有横着停 或者是很多店面都已经摆出来到 已经影响到行人的进行 或者有很多这些车子都停到三角窗等等 直接挡到斑马县路口等等 我们会实施一些宣导劝阻的工作 1.0就是说大家就是有互相礼让的概念 其实2.0的情况也是类似 就是说当我们虽然是有些机车是可以停放在部分的区域 包括机楼 可是你不能够停到这个影响到整个环境秩序 有些民众我可以看到他一排大家都是停垂直的 他为了摊5公尺的方便 他宁愿把机车横着停 挡住了整个通道 那这个通道对于一般民众 甚至对于身心障碍的朋友 甚至对一般民众都是一种几乎跨越不了的障碍 那这样子就是自私跟没办法去兼顾到大众的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横向停车的 未来其实会是交通队关切的重点 另外像绿色斑马线一样 市府接下来也将规划推动绿脚压 利用明显的标志来建构骑楼行人安全舒适的行走空间 另外我们过去不是有推出绿斑马 然后让民众知道绿斑马是安全的行走 我们现在推出绿脚压 所谓绿脚压就是在一些机车停车的路口 我们必须要进空让一个通道可以进出 要不然虽然骑楼可以停车 所以有比较方便 但是如果都停满的话 大家进出也不方便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上述讲的几种策略 综合起来就是所谓的行人友善2.0 因为我们的行人友善1.0 就是车辆要离让行人过斑马线 以及绿斑马的划设 其实也蛮多民众蛮支持 那现在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旗楼方面 在街道方面 在这个左邻右舍方面 在走路的时候 空间上还是要是足够的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当中 我们也请七区区长跟交通队警察局 以及交通处大家共同来合力 把每一个区域基本上 还是要有一定的秩序 所以我觉得旗楼的改革 我们是一定要做的 不过我觉得就是事情有分先后 我们第一阶段 是让民众走在路上先安心安全 不要说连性命都要担忧 第二阶段就是要方便便利 不要受到阻碍跟感到不舒适 市长谢古良希望 在交通热区跟医院 学校等特定场所的周边骑楼 要有合理的秩序规范 在兼顾停放机车的需求下 让老洛妇孺跟观光客 都有一个非常安全舒适的行走空间 建构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李亮杰采访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明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雇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 愿意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 还有还有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会来 再带你来看清安宫捐赠超音波扫描仪 眼科晶体乳化仪 雨胃遗迹给市立基隆医院 议长童子伟说清安宫长期投入公益 是基隆最美的风景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以及市议员许瑞茨等人 现场观看一味鸡的操作示范 对于行动不便长者们的帮助 也减少医护及照护人员移动长者们时的负担 基隆市信仰中心清安宫秉持给人骂 慈悲大爱的精神再次捐赠价值两百多万元 总共各两台的超音波机 以及移味机给基隆市立医院 协助提升医疗品质和能量 同时照顾长照长者 我会常说长照很重要 急救更重要 如果其实没有办法急救 所以这个原因都会更加强 所以拜託我说把刀把刀拿起来 这是我去公议的刀把刀把刀拿起来 如果没有人负就不负 我们这些人都是旧人的环节 不是旧人 旧人的环节 因为你做个刀 我就会把刀拿起来 所以其实他可能 他贴的东西都会把刀拿起来 连同上次捐赠给基隆市立医院的医疗器材 总价值更是达到五百万元左右 庆安宫的爱心善行 获得市政府卫生局 以及市立医院由衷感谢 和基隆市议会议长 佟子委等市议员的肯定和称赞 我们的市长和议长 市政府和议会同上合作 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医疗品质 保险的还是老伙子在照顾的 都要最好资 就是说我们主委有在导致的 这包括 我们怎么让我们市立医院的品质 更进步 他所有的医疗品质 长照的品质更进步 阿公跟全体的委员 那这样从小 我这样看到大 从长期的捐助需要帮助的 包含我们各大的医疗机关 为了就是提升我们基隆市的医疗品质 可以先给他们一个掌声 谢谢男嘉宾 我想这个我们从小这样看着 这个妈祖庙长期在捐助我们所有的各大机关 那我们现在基隆市也即将迈入高龄化社会 超高龄化的社会 所以我们在长照的需求非常大 那我们希望基隆市会跟基隆市政府共同来努力 需要争取更多的机会 外部的资源 都需要尽量让我们基隆市的长辈 六十五岁以上都可以照顾得更好 在地老化 他今天也又捐赠了这个超音波 我们很多建议中心来以后呢 很多需要在追踪的 譬如说甲壮县功能抗禁 他必须追踪 我们就要有一个顶部的超音波 或者该战功能有问题 我们就要做超音波检查 那清安工 今年我去跟主委这个感谢 然后请求的时候 他们一下子就答应了 所以让我非常感动 那另外还有两台 就是著名的这个移味机 因为大家知道 过床久的话 或者床久了以后 老年人都比较赤字容易乱缩 所以变得不容易移动 那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器 住民要到椅子上来 从床上要到椅子上 或者从床上要到蓄意式洗澡 都非常的方便 那相关的设备 其实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帮忙 那像这样的一个移位机 其实因为我们照顾能力 大量的不足 那他们也非常的辛苦 在移位上也很容易受伤 那清安工也就利了这样的仪器 来降低我们照顾能力的压力 跟照顾能力的一个困难 真的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感谢 包括信义区长吴小慧本能 市议员吕美玲以及何淑萍 也分别指派服务处主任前来管理 同样赶配清安工的善行义举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近日暖暖地区有很多住户的 自癌水变黄 甚至有臭味 民众都不敢饮用 打给1910水公司的客服 连打三天都没有改善 让居民受不了 从民众拍摄的影片 可以看到浴缸里的水偏黄 甚至还有异味 借过多位民众反映的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表示 暖暖区有十多个社区 都有类似状况 由于连续多天没有改善 让民怨快炸锅 接受到民众的层情 大部分会是落在 暖暖地内跟过港地区 大概社区 我知道我这边服务处 收到的社区就有十几间的 比较大型的集合室住宅 民众的部分更是二三十户有 然后就是都向我们服务处 来做一个乘情 就是说有关于 自来水打开之后 会有一个 类似像塑胶的异味 甚至有些民众说是土味 还有民众就是把 浴缸的水泡满之后 发现是呈现一个 类似像淡黄色的颜色 就是色质的颜色比较高 所以民众就比较担心说 家中又有一些婴儿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帮民众洗澡 帮小朋友洗澡 林敏鱼因此与立法委员 蔡世英服务处主任林明志 联媒到致爱水第一区管理处 暖暖净水厂勘查 要求水公司方面紧速改善 水公司方面表示 主要是因为近日基隆炎热少雨 才造成基隆河水流速变慢 原水色度升高变黄 水公司已经启动一连串的改善措施 因为基隆河已经好多天没有下雨 那天气非常的炎热 那没有下雨产生那个河水的 河川水的流速啊 就变得慢 那河川水的涉度啊就偏高 那我们是在7月9号礼拜六的时候 有接到民众的反应 那接到民众的反应以后 我们就分工去处理 首先在外部的部分 我们就加强我们的管线排水 那内部的部分啊 我们就添加了活性碳 那整个添加完了以后 我们去检测我们的水质啊 那水质是符合饮用水的水质标准 那整个民众会觉得偏黄是因为涉度的关系 不是浊度的关系 那也都是在饮用水的水质标准 那请用户放心这是可以饮用的 新山集水厂厂长潘宏伟也到软软进水厂 哈丁市快滤池汲取已过滤的水 验证水质及色度 软软厂的原水端是从我们的基隆河抽取原水之后 经由管线输送到我们的软软进水厂的原水处 然后再经过我们进水单元 最后到我们的快滤池 这个快滤池就是我们进水单元最后一到 也没加药 也没加任何的药剂跟任何的设备 所以说这一段到清水池这一段就是用户的用水 经由清水池经由加马达抽取到用户的水池 或是个人用户部分 所以这一道如果是清测的话 到用户端就是成清测 林敏勋与林明志更当场试喝了一口 确认滤过的水没有异味及偏黄的问题 不过林明志还是建议载水公司 可以调配新山水库的储水来降低色度 让居民安心 林明志也提醒水公司 今年声音现象造成平均气温上升 基隆河的枯水期可能会持续更久 呼吁水公司方面应该及早进行应变及预防措施 为民众守护珍贵的水资源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水公司一须处表示 基隆河水色度出现变化 已经做相对应的处理措施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就呼吁水公司赶快改善 并将和市府团队密切合作 持续监督 确保民众的用水安全 打开自来水发现颜色不太对 甚至暖暖区民众更反映有刺鼻的塑胶味 这些问题都是近日基隆市议员 也是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接到来自各区民众的反映 包括家中过滤自来水的滤芯 出现土黄色的变化 林佩祥询问水公司一区处后表示 因为酒汉不渝 导致基隆河水色度出现变化 目前已经在场内加入活性碳等座 相对应的处理措施 林佩祥呼吁水公司尽快改善 因为最近天气酷热 加上酒汗不渝 所以在基隆市各区都出现 自来水供应有异常的状况 不只说颜色会带有略晃之外 而且甚至有些地方带有泥沙 所以佩祥在这边呼吁我们自来水公司 能够尽快开始着手处理这个问题 而自来水公司的新山浸水厂 昨天也直接发出声明 他们已经试着用活性碳 来去去除异味 而且来净化水质 但是昨天晚上 佩祥接到暖暖区的民众的 陈晴 说他们的水质不但没有改善 甚至有发出刺鼻的异味 这样让他们在用水的时候 很不安心给他们的小朋友跟老人家来引用 所以佩祥在这边呼吁 自来水公司应该尽快苦民说服 解决民众自来水供水的异常 来保障民众的健康安全 林佩祥强调将和市政府团队密切合作 持续监督 确保民众的用水品质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程式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假活动官网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 Noco醬提醒您 无碍是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